台北市政府考量疫苗施打场所 交通方便和足够的空间 开设花博大型接种站 将征验馆分为18线接种区 一天最多可以协助2万人施打疫苗 另外一点是 因为已经打到65岁了 所以真的还要人陪来的不多 大部分都是自己一个人来 坐捷运来打完自己走 所以动线什么都相当流畅 所以这个发布我们将来 也许就留着 因为他一天大概打2个时段 就可以打到1万4 如果要打3个时段 早上下午晚上都打的话 满边可以打到2万人 所以大概 因为交通实在是比较方便 所以场地大交通方便 所以在未来 如果我们台北市真的要打大量的疫苗 大概一个除了诊所 医院以外 大概增加一个发布的场地 大概就够 因为一天打2万的话 一个礼拜就14万 这个大概用一个就够 所以我们大概没有再开 第二个大型注射场的这个 接种站的这个需要的 大概一个发布大概就够 因为满边作业的话 一个礼拜就可以打 14万 针对花博接种站等待区一度挤满民众 引发群聚风险 副市长蔡炳坤补充 首日第一个小时都会有人数较多情况 现场场控人员也有发现此情况 并即刻疏散人潮 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也再次呼吁长者 只要按照预约接种的时间前往即刻 不用提早前往等待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